第1章 梅姬和斯洛之后,到底谁才是世界第三? 也许有人会说是内玛尔,有人会说是姆巴佩,甚至有人会说是法拉赫。 但是今天凌晨,想必所有的囚尼都有了一个共同的答案。 没错,他就是拉扎尔,因格兰联赛杯第三轮,切尔西做客挑战利物浦,这是一场相当艰难的照料。 新赛季开始之后,利物浦气势如虹,无论是在联赛还是在欧冠赛场上,他们一路高歌猛进,斩获了其连胜,刷新了多项记录,因此面对这样的利物浦,还是客场作战。 对于切尔西来说,想要从他们身上带走一场胜利并不容易,果然,这场比赛两队都经过大幅轮换之后,切尔西还是在客场率先丢球,斯图里奇漂亮的进球将救助变入绝境。 此后切尔西利用定位球的机会颁平比分,不过对于切尔西来说,如果想要进击的话,那么平局并不行。 而坎特在踢补席上告知埃扎尔,他不想要踢点球,所以一切的重任都交到了埃扎尔身上。 踢补出场的埃扎尔,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,他在边路连续过调利物浦三次名球员,将利物浦的左路防守彻底打爆,然后小角度暴射得手,帮助切尔西利转晋级。 这个进球也几乎让埃扎尔预定了本年度最佳进球的候选,除了漂亮的进球之外,埃扎尔本场比赛还两次戏耍了利物浦队长亨德森,这也导致亨美森气急败坏,心态出现了严重失衡的情况,埃扎尔用一场完美的演出告,诉了全世界,他不愧是世界第三。 本赛季,埃扎尔在萨里的手下状态相当选勇,除了本场比赛在联赛杯上的完美演出之外,在联赛当中,他也在六场比赛当中贡献了五球二助攻,甚至就连利物浦宁素卡拉格也忍不住夸奖,埃扎尔,是目前迎超赛场上最强的球员,看到埃扎尔如此出色的表现之后,不知道黄马会不会问错过他而后悔, 今年夏天在斯伊罗离开黄马之后,曾传出黄马要引进埃扎尔的消息,但是最终黄马选择了引进库尔图瓦,结果库尔图瓦今天在面对蔡维利亚的时候被对手连挂三球,而埃扎尔则是直接要打了利物浦。